270集 误入 我立在了原地 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过去 却没有发现有什么人站在那里 其实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下 就是前面站了一个人 我也不可能看见 还不要说 有树木的遮挡 一时间虽然听出来 有声音传过来 但我却深深地觉得 就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 而且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不敢贸然上前 但又为了给自己壮胆 我于是朝前面喊了一声 谁在那儿 没有人回答 周遭都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深吸了口气 又喊了一声 究竟是谁 这回我话音才落下 就得到了回应 我只听见前面有人喊出了声来 黑暗 是不是你 这声音依旧是王哲萱的 我除了警惕之外 此时更多的是疑惑 我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动 王哲萱 是你 黑暗 你过来帮帮我 听到他的这句话的时候 我有些犹豫 因为 这听起来 更像是个陷阱 一个引我上前的陷阱 我于是就站在原地 没有动 也没有出声 大概是见我没有任何的声响 王哲萱又喊了一声 黑暗 你 还在不在 听到他再次喊我 我继续问他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这事 说起来复杂 一时半会儿 也说不清楚 我的警惕依旧很高 我问他 那你怎么第一眼就认出我了 这里昏暗的根本就看不清人 你离我那么远 你就喊了我的名字 是他告诉我 你会来的 所以 我听见了脚步声 就觉得 应该是你来了 我疑惑越来越深 他 对 那个引我来这里的人 我跟着一个人出来了 但是 到了这里 忽然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 人就已经被绑在了树上 我只记得 我昏迷之前 他和我说 你也会到这里来 听见王哲萱这样说 我的疑惑和警惕 并没有因此而放松 而是心里在一直盘算着 如果王哲萱说的是实话 那就是说 在屋子里昏迷的那个也是 那么 迷在山村里的 两个王哲萱事件 之后 到了这个镇子上 又出现了两个王哲萱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又会出现同样的事情 我缓了缓自己的情绪 然后 往路边上 走了一些过去 过去 到王哲萱 大致所在的地方 果真看到 王哲萱 被绑在了一棵树上 他根本动弹不得 近距离 经过辨认 的确就是王哲萱 他也认出了我 黑雅 果真是你 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刚刚的谈话中 他也是存了警惕的 也是防着我 是假冒的 我于是 找到绳子打劫的地方 帮他把绳子解开 解开之后 王哲萱活动了一下部位 然后 这才问我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我也是被一个人 引过来的 只是 他人到了这里 人就忽然不见了 对于镇子里 还有一个王哲萱的事 我闭口不提 我觉得 眼下不说这个事 还是正确的 而且 我对于这是怎么一回事 也还没有一个头绪 讲不透 其中是一个什么究竟 我被引到这里来 似乎完全就是为了 来找到王哲萱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 讲到张子昂还在镇子里 这事 等回去之后 再决定怎么解决 所以我和王哲萱 就顺着原路回去 那知道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我感觉已经走了 很远很远 却没有见到镇子的 半点意思 直到我和王哲萱 都心生疑惑 这才停下了脚步 因为按照里程来算 这时候 差不多我们 早已经到了镇子里才对 就在这时候 王哲萱忽然看着我说 贺阳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场景有些熟悉啊 我看向王哲萱 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是说 这个镇子和山村一样 忽然之间消失了 王哲萱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也只有这个说法 最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 我看着空旷的周围 好像这个镇子 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环视了一遍 如果这个镇子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呢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在脑海里自己和自己说 我们能到这里来 完全是因为郭泽辉 给我的那一份地图 我们就是顺着地图 才到这里来的 别的方法 我们根本就没有用过 所以 想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打开手机的地图 来搜寻这个地方 结果却发现 无论我怎么搜 怎么找 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了 而且更加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事 还在后面 就是当我看到 手机里的时间 尤其是日期的时候 猛地发现 手机上的时间 是我们第一天 到镇子的这一晚 看见这点异常的手 我立刻看了自己的手表 发现手表上的时间和日期 与手机的 是一模一样的 我发现了这一点之后 我让王哲萱拿出他的手机 便让他也对照着手表看了看 结果 一模一样 我们竟然回到了一天前 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为了证实 我给史燕强去了一个电话 不过 这时候 正好是他睡觉的时间 当然 这个电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问他时间 听见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史燕强在电话那头 沉默了好一阵子 接着才问我说 何队 你没事吧 我知道他为什么惊讶 当然 我没有和他说 我们回到了一天前的事 因为 要是现在真的是一天前 那么 他是不可能有后面时间 任何记忆的 最后 他将准确的时间和日期 都告诉我 我才发现 这是真的 我们莫名其妙地 回到了一天前 也就是 今天晚上 应该就是我们到这阵子的第一晚 可是 是什么情形 导致了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到的是终生 应该就是终生 当时 我还在疑惑 终生想过之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是 现在我才明白过来 现在 我所处的境地 就是终生想过之后的情形 他想过之后 发生的事 实验墙 在电话的最后 和我说 我是不是应该回去 因为 当时说好的 我只离开三天 现在 已经是快过去五天 我暂时敷衍了他 因为 现在我也不知道 是该回去 还是该继续追查下去 不过现在 我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贸然出来 地图和车子 都在阵子里 而且 现在阵子消失不见了 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也就是说 我再一次 弄丢了我的车子 正在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 前方的路上 开过来一辆车 远远的 就看到车灯的光亮 最后 在我们面前停下 我认出来 这 正是我的车 接着 从车上下来的是张子昂 看见是他的时候 我像是抓住了 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因为 他当时就在镇子里 他应该最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应该能够回答 我们为什么 回到了一天前 王哲轩还不知道 张子昂 已经来到了这里 不过 他看见张子昂的时候 也没有惊讶 大概是知道 张子昂 也牵扯到 这件事情当中 所以 他会出现在这儿 也不足为奇 张子昂看到我和王哲轩 在前面站着 他说 听见张子昂这样说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我和张子昂在镇子里 会面的事情是真实的 而且 我们也的确是在镇子里 度过了这段时间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段时间 被消除了 但是 我的记忆却还在 我问张子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子昂这才说 你们在进入镇子里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产生过怀疑吗 这个镇子 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你们到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 第二百七十一集 发生 根本不存在 我当时就愣住了 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与镇子上的人接触 以及这里的一切 都不像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一样 因为 在我眼里不存在的 即不是真实的东西 所以 我对张子昂的这个说法 也有些疑虑 但是 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来 又不像是骗我们的假话 我随后心里想 我心里想的这些 终于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 而是问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面的地方 你们不能再继续探究下去了 待往下 就会变成 深深的失望了 前半句还好理解 可是后半句 让人无法理解 什么叫会变成深深的失望 难道是说 我们最后探查到的真相 会让我们觉得失望 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我正想着 张子昂已对我说 这要是就在车上 我话已经说到这里 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而且在这里 也是我们该离别的时候了 可以说 张子昂说的每一句话 都能让我有街上的余地 可是 最后我的重点 还是在他最后那句 可以说 他刚刚才在这里出现 马上就又要离开 可是这次 他选择离开 是为了什么 张子昂说 我有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同样 你们也有 所以 你们上车 就让我送你们离开吧 我看了王哲轩一眼 知道张子昂去意已决 于是也不勉强 王哲轩率先到了车上 我则是又问了他一句 在这之前 你是不是就知道 会变成这样 张子昂说 还在加油站的树林里 我就知道 你到了这些地方之后 会发生什么 其实 这些地方 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会对你造成什么改变 何阳 难道你没有察觉到 你正在一点点 变得不像你自己 说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 张子昂的语气重了 似乎是要让我注意到 这个说辞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还信任我 就听我一声劝 趁着现在事情 还没有发展到 最糟糕的地步 先回城里去吧 这些地方 正在试图改变你 你知道 最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也是你最厌恶 最讨厌的模样 我听懂了张子昂的话 也知道了他想说什么 我只是惊讶于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改变 所以 我惊呼了一声 怎么会 没有什么是不会的 所以 你的每一个选择 都决定你之后的近况 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决定 说完 我也就上了车 到了车上之后 我却呆坐在 没有启动的车子里 张桑就站在路边 看着我们 王哲轩见我长久的 没打开车子 也是有些奇怪 哎 怎么了 我还没有想好 要去哪儿 你想好了没有 说着 我转头看了王哲轩一眼 王哲轩轻轻地摇了摇头 最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说 我离开办公室也够久了 确实是该回去看看 说完 我启动车子 然后 就朝着来势的方向回去 张子昂就站在路边 一直目送着我们离开 直到最后消失不见 而我却没有失落的表情 因为我觉得 当我回到城里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见 我们回到城里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五点多 当我们重新回到熟悉 而又感觉 分外陌生的家里 只觉得 这一路上的经历 完全像是一个梦 我只觉得 这一路回来 身心疲惫 可是却没有丝毫倦意 回来之后 就在沙发上坐下巴呆 心里也没有在想着什么 完全是一片空白 甚至我都不知道 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 王哲轩则显得很疲惫 他说他已经困得不行了 所以先去睡了 之后我也实在是没有困意 于是 冲了个澡 将这一路的风尘 都洗掉 然后 我感觉整个人好了很多 当我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沙发 坐了一个人 毫无防备的我吓了一跳 等我看清楚了才发现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 曾一鹏 自从上次 他从山村里不见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果真如我所想 他自己已经回到城里了 只是 他出现在我家里 让我多少有些差异 所以 我诧异地问他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今天并不是我们约好的 半个月见一次的时间 但是 我记得他说过 如果中途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需要联系我的话 就会联系到我 现在很显然 就是这样的情形 而且 是以他的方式 单方面地找到了我 我却无法单方面找到他 他说 虽然我们在山村里 刚刚才见过面 但是 那时候我们 并没有说到 什么重要的事情 而且 那件事 也还没有发生 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哪一件事 就问他 曾一鹏问我说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路回来 小轩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又是这样的问题 虽然张三昂说的 是我并不是王哲轩 但是 他显然 也是在给我传达 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去过地方 会让人变得自己 不像自己 这一点 在回来路上 我就想过了 也已经知道 张三昂是要暗示我什么 他是想告诉我 王哲轩 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察觉到了一些 但是 却无法明确地感觉到 这些变化 是在什么地方 好像 他还是他 但是 又好像陌生了许多 曾一谱说 这就是 我现在出现在这里 要和你说的是 曾一谱说出 这句话的时候 我看了看 王哲轩的卧床 我担心的是 我们就在客厅里 这样谈论他 要是他醒了 听到了 会不会误会 我们再算计他 或者是防着他 从而产生隔阂 曾一谱知道我的意思 赶紧洗澡的时间里 他就已经出去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疑惑地 嗡了一声表示质疑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打开他的房间 看看他是不是 睡在房间里 虽然我觉得 曾一谱没有理由骗我 但是 我还是打开了 王哲轩卧室的房门 果真里面的情形 和曾一谱说的一样 王哲轩已经不在卧室里了 我竟然丝毫都没有察觉到他的消失 于是 刚刚回来 他说自己困了 要去睡觉 也是骗我的 为的就是 四季找到时间 离开这里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于是看着曾一谱 那么 他去哪里了 曾一谱给了我一个暗示的眼神 你知道的 可是对于这个暗示 我的脑海中却无法浮现出一个地方来 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我不知道 也想不到会去哪里 树林 我彻底皱起了眉头 完全无法意料到 他到树林里是要做什么 有什么目的 恐怕这里头的究竟 又要牵扯到树林中的秘密吧 目前为止 我只知道 里面有两只巨大到不可思议的老鼠 和一些被老鼠吃剩下的骸骨 其余的 这个树林 还有什么秘密 就一概不知了 不过我觉得 无论这片树林也好 里面的两只来历不明的巨树也好 还是 现在王哲萱忽然失踪也好 还是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遇见的一切 似乎都是和这片树林所隐藏的 我不知道的秘密有关 好端端的 他去树林做什么 我和你说过 这片树林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现在有人 要把这个秘密挖出来 很显然 王哲萱现在去哪里 就和这件事有关 我皱起眉头 变得更深 我只觉得 我有很多的疑问 却有一个都问不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该问什么 怎么问 最后 我听到曾一谱说了一声 最后 这一切还是发生了 第二百七十二集 隔离 当我再次到那片林子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了 我觉得 只是短短的一个星期多一些的时间 这片林子已经彻底变了样 所以起码 与我印象中的这个地方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林子中的那个小木屋 已经被拆掉了 什么时候被拆掉的我并不知道 也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起过 林子的外围 已经圈满了隔离带 全都是警告和禁止入内的标志 至于林子内部 边缘的一些树 都被砍掉了 变成了篱笆一样的东西 阻止着外面人进入 林子内部 我看见 有很多地方都挖了很深的坑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与我随行的 只有史燕强一个人 他什么都没有和我说 我也什么都没有问 我们之间像是保持着某种默契 但是 却也有着猜疑的气氛 环绕在中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我离开这段时间 他根本就没有和我提起过 半点关于这片林子的事情 我暂时用了最好的想法 就是他也并不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对林子的变化毫不知情 说到这里 就要说一说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片林子里 其实并不是我想来 估计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这样的模样 我即便是想来 也不可能被允许的 因为我再一次证实 这片林子里的工作人员 我一个都不认识 不是办公室的人 更不是警局的人 而是一伙全新的 此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队伍 我现在又出现在这里 则是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接到了部长的通知 让我到这里来协助办事 至于是怎么协助法 又要协助什么事情 他什么都没有说 所以我和史燕强就来了 虽然一路都是畅通无阻 但是我看见一路过来 所有的事情都是井井有条的 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职 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 并没有人搭理我们 甚至连一个引路的向导都没有 我只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林子的深处 也就是最初发现 人体残骸的那个地方 我进去之后 看见了一个人 也就是看见这个人的时候 我稍稍有些震惊 因为我想不到 他竟然会这么明目张胆地 出现在这里 看见他的时候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和他打招呼 倒是他第一时间迎了过来 他说 部长说过你会来 所以我一大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看见钱叶龙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愿和他有过度的往来 不单单只是因为 我和他的那个交易 更多的是厌恶这个人 我冷冷地说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秦叶龙故作惊讶地说 当然是部长派我来主持这里的工作的 毕竟这段时间 你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不在办公室 总要有个人出来做这事 是不是 我的行踪 从一开始 我也没有觉得能够瞒过这些人 所以我也不在这些事情上 和他们计较 况且我这个队长 本来就是部长用来稳住我 才让我做的 不让我做一些敏感的 机密的事情 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我对于部长 有这样的安排 也并不意外 更重要的是 从一开始 我对他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 秦叶龙看了看我身边的史研强 然后笑了一下 我们去里面走走 顺便有些话和你聊聊 我知道他的意思 于是和史研强说 你留在这里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之后 我就和秦叶龙 往林寺的更深处走了进去 过了发现残骸的地方 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驻扎 走出一劫之后 只剩下我和秦叶龙两个人 秦叶龙说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你为了救张子昂 去见银先生 答应我的事没有 我当然记得 只是现在再回想起来 却全部都是疑惑啊 秦叶龙有些惊讶 什么是值得你疑惑的 不妨说出来 我也可以帮你参想参想 有一件事我有些不明白 就是张子昂 本来就是银先生的人 那么他手上 银先生自然会全力保他的安全 可是为什么我去见他的时候 还要过你这道坎 我并不觉得 你能瞒过银先生 所以你这道坎 我觉得银先生 是故意给我设下的 是不是 我是部长的人 而且我是安插在 银先生旁边的卧底 银先生怎么可能 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 所以你这个想法 可能有些多虑了 可是这就无法解释 为什么张子昂出了事情 银先生却作弊上官 难道他本来就是要张藏死的 你应该比我明白 不需要的人不用活着 可我并不这么觉得 张子昂不是不需要的人 反而他是银先生最需要的人 甚至需要到 已经决定将他杀掉的这样一个人 有时候需要被杀死的人 不单单只是没用的人 还有知道太多的人 很显然张藏就是这种人 银先生之所以想要放弃张藏 并不是他不需要张藏 而是觉得他已经无法掌控张藏 田野龙只是笑笑 当做对我这番话的回答 但是我已经知道 他是在肯定我的这番答案 所以这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需要我去见银先生 而又有了在801银先生 会不会见我的那一番话 最后银先生觉得 张子昂是一颗能够很好控制我的棋子 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了 这样说的话 后来张子昂出现在加油站的树林 就不是银先生的意思 而是他自己出来的 至于他怎么摆脱银先生的掌控 既然他是一个银先生 已经无法继续掌控的人 那么能从银先生手里逃出来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重要的是张子昂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银先生一定是看到了他的意图 所以才有了这个放弃他的决定 那么张子昂的这个意图 一定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能让银先生出乎意料的 绝对不是一般简单的意图 秦夜龙说 你既然都想到这一层 就没有想过银先生 为什么这么想要找到樊镇 甚至可以用张子昂来妥协 所以两相一比较 你会发现樊镇的地位 真的还不轻呢 秦夜龙说的事实时 银先生为什么要找樊镇 我也一直不清楚 更重要的是 他还在山村里出现过 而且据王哲轩的描述 当时他和樊镇相处的 似乎还不错 而且即便是经历了后来的这一切 我也没能弄明白 银先生要找樊镇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其中的原委 我根本就参不透 我看了一眼前 叶龙说 银先生为什么要找樊镇 和你为什么要找樊镇是一样的 银叶龙说 可是你还没有开始帮忙 或许你以为我们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我没有说话 银叶龙笑了一声 然后看着幽远的森林说 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吗 我也看了看幽深的森林 不知道 你就没有兴趣猜一猜 就这样回答了 既然你总是要告诉我的 我又何必费心去猜呢 你说是不是 银叶龙指着森林的一端问我 你知道一直以来这片林子 都是我们着手调查 可是这回部长 却忽然让你过来这里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这回可别着急回答呀 万一我不会告诉你答案呢 我的答案还是不知道 这个问题 你也问过一遍了不是吗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 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 第二百七十三集 协助 所以浅野龙的意思 就是我为什么会到这片林子来 和我们将要去哪里 这是一个答案 之后我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因为浅野龙已经带着我 往更深处进去了 进来之后 看似没人 但是过了这段林子比较茂密 而且静谧的地段之后 就会看到有一条窄路 每隔一段 就会有一个士兵在站岗 我这才知道 这已经动用了军方的人 不仅心上一沉 看来接下来浅野龙 要带我去的地方 已经是好似非同小可 往里面进去之后 就来到了一片平地 只见这里搭了一个帐篷 看样子 应该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而且这个帐篷 看起来颇具有一些 办公地点的意思 到了帐篷之前之后 天野龙和我说 天野龙和我说 到了 之后我就和他进了帐篷 进去之后 只觉得一阵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的 就是阴冷 里面更是死气沉沉 阴暗的 几乎要见不到光的暗示 我只看到 里面除了一张 铺在地上的床之外 别无他物 床上则是躺着一个人 旁边有两个医生模样的人 正在给他诊治 我这才看向前野龙 床上躺的是谁 你自己上前看吧 你能认出他来 我走到床边 这两个医生对我的到来 无动于衷 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仿佛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当我看见床上躺着的 这个人的时候 只觉得脑袋嗡了一下 变得一片空白 接下来满脑子都是问好 和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别人 正是在山村里失踪的 樊镇 我立即回头 看向前野龙 立声地问他 反对怎么会在这里呢 所以你现在明白 部长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了 这时候 我非但不明白 反而更加地变得疑惑起来 你们想让我 帮你们找到反对 但是 我却根本就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你们找不到他了 也并不是因为我 秦野龙却说出了一句 更加让我疑惑的话 他反问我说 我们 找到樊镇了 这恐怕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并不是樊镇 应该说 他并不是真正的樊镇 我们一直要找的 是那个藏在暗处的樊镇 与他有着一幕一样面容的人 曾一谱 秦野龙说的是曾一谱 他们要找的 也不是反对 而一直都是曾一谱 我短暂地平静下来 秦野龙则是看着我说 所以 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 怎么联系他 也只有你能见到他 我没有说话 也没有回答秦野龙的问题 这时候 说不知道 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因为 他们既然已经知道 曾一谱存在的事 那么关于我和他之间的一些事情 自然也是一清二楚 但是 我不否认 就不代表着 我也要承认 所以 我重新看向樊镇 向秦野龙说 那反对 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怎么了 就在四天前的晚上 他忽然从林子中冲了出来 被外秦的人员发现了 只是 当时他精神错乱 人处于癫狂状态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只是一声声地喊着 我要离开 我要离开 后来执勤的人员将他控制住 只是他的行动 好像完全不受控制 挣脱了之后 又一直向林子中跑 最后 他们一路追到了这里 只看见他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看见执勤的人追上来 回头和他们说 我不能离开这里 说完之后 人就昏厥了过去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塑醒 四天前 那是我们还在镇子上的时候 而且就是四天前的那个晚上 发生了让我彻底不能理解的事 我们回到了三天前 也就是那天晚上 我们回到了城里 听秦野龙描述的时间 完整的这件事情 几乎是和我们那边的事 同时发生的 这中间难道真的有什么联系的事 我的那个猜测 这片树林和我们去过的山村 以及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镇子 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可是联系在哪呢 我看着昏迷不醒的凡镇 问秦野龙说 自那之后 反对就再没醒过 他昏厥过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过 对于他说的那最后那句话 我们报告给了部长 部长于是决定 遵从他最后的这句话 还派人来这里助长 而且搭建了这个帐篷来安置他 并且从军队里调拨了军医 专门为他来诊断 那么反对是为什么昏厥 诊断出来一个什么没有 他的各项生命指标都很正常 但是却找不到昏厥的原因 因为诊断表明 没有任何一种原因 导致了他的昏迷 最后我们只在他的手臂上 发现了一个印记 但是不确定这个印记 是否和他昏迷有关 什么印记 田野龙这时候已经走到床边 和正在给反证诊断的 两个军医术 给他看看那个印记 说完 两个军医已经将反证左手的袖子 卷了起来 我看见在他的肘部 有一个圆形的空心印记 有些像是一个铜钳印 而且大小似乎也和一个铜钳 差不多大小 不过这个印记 却不是烙印之类的伤痕 或者是压痕 而是更像局部冲险之后的血痕 只是军医和我说 这应该不是血痕 因为透过皮肤血痕是青色的 有些像是瘀青 并且已经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也已经发污才对 可是这段时间内 这个印记一直都是这个血色 暂时 他们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而且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敢擅自在这个印记上动手 甚至 连扎针试探都不敢 我这时候看向前夜龙说 所以部长让我来这里 是想让我看看 是否知道是吗 你应该也并不知道 部长的意思是让你来追查这个案件 毕竟你才是队长不是吗 就我一个人 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听你的调遣 包括我 我还需要一个人 谁 是燕强 天一龙听了之后问我 为什么是他 你们之间好像并没有很深的交情 我只是觉得 他对这个案件似乎能有帮助 并不是因为交情 更何况 部长是希望我查案 而不是问我和谁交情深是不是 那我 这就让人去请他过来 不用了 让他就留在外卫调查 反对的事 他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里 我来负责就可以了 秦夜龙听见我说出这样的话之后 露出了怀疑的深色 外围的事 我的部下也可以做好 你不信任我 没有信任不信任的 只是这件事你们做不了 只有史燕强能做 秦夜龙听到我这样说 就没有再提出异议了 即便是他提出异议 我也不会回答他 我当然会用部长给我的话来压他 虽然不知道管不管用 但是目前他们有求于我 即便存有疑惑和不解 也不会贸然发作 只是我需要考虑 如果我顺利地找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就要担忧自己的处境了 所以我需要早做打算 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简短地思考作罢 我和秦夜龙说 部长的意思肯定是 现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浪费时间 我需要见所有 见过凡队的执行人员 我需要知道 当时凡队说的每一个字 和每一句话 一个字都不能漏 好 我这就去安排 第274集 操纵全局 那天晚上见过凡阵的执行人员 一共有五个 其中最先发现的有两个 也是最先听到 凡阵说话的两个人 他们听到之后 和后面三个人听到的 略有些不同 我虽然已经听 秦夜龙和我说了一遍 不过秦夜龙只是说了一个大概 没有把每一个细节都重复出来 我和他们说的时候 要求是他们 把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形 原模原样的 全都重复出来 因为我需要详细地知道 当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甚至每一个动作在内 这两个最先发现凡阵 从林子里奔出来的人说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先是听见了 有人在林子里喊着什么 然后才过去探查 接着才看到了急奔而出的凡阵 凡阵奔跑出来的时候 模样癫狂 看上去的确有些精神错乱 口中一直重复着秦夜龙和我说过的 我要离开 我要离开 但是在早些时候 他们还没有看见人的时候 听见的却是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离开 快离开 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我忽然想着回到了在镇子上的那个梦里 梦里 母亲也是这样和我说 让我赶快离开那里 等我醒来之后 就发生了之后的事 而同一个晚上 梵震竟然也说了这样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 听见他们说出来的时候 我问他们说 你们确定最先听见声音的时候 他说的是这句话 他们很肯定 而且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一个字都不会错 听见他们如此肯定 我于是继续问 所以等梵队奔跑出来之后 口中就变成了 我要离开这句话是不是 他们说 自这之后 他一直重复的就是这句话 后面三个 闻声赶来的执勤人员 也是这样的说辞 我于是继续问 你们五个人绑他一个人 怎么会绑住呢 他们都说因为见到的是梵震 所以不敢很用力 加上梵震当时力道很大 在他们制服他之后 正在给上级报告的时候 他忽然就挣脱了他们 又往回跑 他们一路追进去 却也根本追不住 最后到了搭建帐篷的这里 才看到梵震一动不动地站在这个地方 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 在要靠近他身边的时候 他忽然回过头来 很是清晰地和他们说 我不能离开这里 他们都说当时梵震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神志清醒 而且丝毫没有任何刚刚癫狂的状态 与一开始的时候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昏厥了过去 基本上他们的陈述和秦夜龙跟我说的差不多 我简单地先梳理了一遍 最先是癫狂状态 喊着要离开这里 可是后来神志清醒了 却又说他不能离开这里 这前后矛盾的说辞中 一定有什么端倪 而且为什么梵震一下子癫狂无状 一会儿又神志清醒 更重要的是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记得他留给我们的字条 是和山村一起消失在了深山里面 只留下一张字条说 他去找井 找井 我像是猛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你们挖过这个地方没有 秦夜龙照起眉头看向我 挖这里 为什么要挖 他既然这样说 那么就是没有了 现在有两件事 是当下必须要做的 而且是必须保证绝对做好 不能够由于任何闪失的 秦夜龙见我说的这么严重 于是也严肃起来 你尽管告诉我 我会做的万无一失的 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然后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这件事恐怕有些难 你先不要这么早地下保证 否则出现问题之后 你会很难交代 秦夜龙听到我这样说 于是问道 是什么事我不能解决 你也见过我的能力 林先生 他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顿时鸦雀无声 然后就精益地看着我说 他怎么可能牵连到这件事当中 还是说 我只是把可能的情况 考虑到了而已 至于他会不会干扰 还是未知 我提出来 只是让你留意着信 不要到时候 被弄得手足无措 甚至搞砸了整件事情 听到我这样说 天夜龙也变得正中起来 那么是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第一件事比较简单 就是把这个帐篷 挪入一个位置 然后找人来顺着 那天晚上班队站着的地方 挖下去 或许我们会有所发现 至于第二件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需要知道 我去的那个山村 从它消失到现在 它有没有重新出现 或者那边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变化 你们知道我去过哪里 所以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哪里 你是说 尹先生也会第一时间 赶到那里去探查 不是探查 而是毁灭所有 我们可能查到的东西 所以你的时间不多 天夜龙不敢怠慢 但我现在就过去安排 我说的这些 并不是有意要吓唬前夜龙 而事实的确是这样 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则是出来到外围 建了实验墙 直到这时候 我才问起 我还在镇子里的时候 让他查的事情 他说 他已经去警局查过了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 还真的是 有好多无缘无故的人 就已经是烧起来的案件 但是 有备案的很少 不过 这些特殊的事件 在办公室的档案里 资料还是很充足的 我问他说 最近的一期 大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实验墙想了想说 一年前 我听了 只觉得整个人开始 有些发抖了起来 那个人 有照片没有 或者 有图片资料吗 问到这里的时候 实验墙说 你不问 我还想和你说呢 所有的资料 唯独这份最奇怪 好像 好像被人 刻意拿走了一样 资料并不完整 关于这个人的 所有图片资料 都被拿走了 包括第一页 个人介绍 上面贴着的照片 之后 实验墙和我说了 这个人的名字 只是我并没有听过 因为我知道 这是一个假名字 他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在这个问题上 我并没有过多地 表露出不一样的表情 虽然我心里的震惊 已经完全无法 用语言来形容 我于是 对于实验墙说 现在 我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 要交给你 什么任务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 挺重啊 我觉得 你能找到他 我需要你 把他找出来 忽然听到我这样说 实验墙有些疑惑 你为什么 会觉得我对挺中 最了解 你和他之间的默契 我第一次遇见你们的时候 就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 我觉得 如果真要是有一个人 找到挺中的话 应该就是你 可是 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法 我并不知道 他会在哪里 如果我给你一个确切的地方 让你去搜寻他 你能找到我 如果是这样 把握会大很多 只要有了确切地方 我就能够依靠一些蛛丝马迹 找到他藏身的地方 那就好 你从林子外面 我们发现的第一具 人骨石箱的地方 开始找 应该 就会有他的踪迹了 实验墙 得到了我的命令之后 就去做 为了保证 他做事的效率 我让前夜龙 给他安排了两个帮手 至于办公室里的人 现在是不能用的 大概部长 不想让办公室的人 知道太多 关于这里的事吧 实验墙走后 前夜龙问我 你好像已经确定 一年前四焚的人是谁了 我看着他点点头 是的 第270 古怪 而且我不但知道 这个自焚的人是谁 我还知道 是谁刻意拿走了档案 将所有有关的图片资料 都去掉的这个人 毋庸置疑 能接触这样的资料的 又有机会和动机 这样去做的人 除了凡阵 再无旁人 所以那个自焚的人是谁 也就呼之欲出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关心资料上写着的名字是谁的原因 因为这个人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彭家开 我还记得当时彭家开和我说 樊震帮他逃脱死刑 但是 却并没有具体说是怎么逃脱的 因为既然已经被判了死刑 总要有个替罪的人 可他却从来没有说起过是谁替代了他 或者是怎么替代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 并不是他不说 而是不能说 甚至说出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 就会成为今后的隐患 而这个替罪的方式显然并不是替罪 而是有着偷梁换柱的味道 因为这个替罪羊就是另一个他自己 用的是自焚这样的方法 于是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以前就已经烧成了灰烬 那么就没有死刑了 彭家开就是这样脱罪的 只是最后他成了没有名分的人 因为他已经死了 是见不得光的 只是最后他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厄运 最后尸体以那样惨烈的方式出现在我房间的床上 那似乎是一个浴室 又似乎是一个警告 所以想到这一刹的时候 另一个人又浮现在脑海当中 就是一直被我忽略的断青 这个看似置身事外 可是却又好像敏感关键的时候都有他参与 和燕的事他有份 彭家开的事他有份 甚至和王哲轩他们一起救我也有份 尤其是现在 彭家开的双重身份被揭开 他作为曾经彭家开的女朋友 似乎身上的疑点也变得越来越多起来 所以想到这一层的时候 我忽然和钱野龙说 你去帮我找找断青这个人 他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我还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身上全是问题 钱野龙听了我这样 毫不犹豫的就去做了 之后的时间我又回到帐篷里 只是这里 钱野龙已经听从了我的安排 将帐篷移到了另一个位置 然后开始让人 在那晚反枕站着的地方 动手挖起来 我们过去的时候 这里才挖开了很浅的一个口子 我觉得要真正挖出什么东西来 应该要很深 而且还不保证一定就会在这里 又或者这下面什么都没有 因为面积比较大 所以挖起来比较慢一些 从白天一直挖到天黑 已经挖下去 一丈来深 也什么都没有 反而是因为这里是松林地带 挖下去这么深之后 就开始渗水 所以需要边抽水边挖 否则就无法继续下去 而且油水很容易造成边缘的土质坍塌 给施工带来了影响 就这样又是忙活了一阵 一直持续到晚上 很晚 最后终于有人说 挖到了 这时候 整个平地已经被挖的 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旁边的照明灯 更是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我到了边上 往下一看 之间 果真在泥浆中 有一个圆形的东西 若隐若现 当我到了边上 往下看的时候 下面的人抬头朝我喊 好像是个井口 听到井口 我的心马上一紧 就朝下面喊道 你们都先上来 快点 不要猫藏 我的声音很急 而且是在听见那人说 是一口井的瞬间就说了出来 以至于 他们下面的人都还愣着 没有反应过来 这时候 旁边的前夜龙 也朝下面喊了一声 还愣着干嘛 快点上来 于是 在下面挖的人 连忙一窝蜂地爬了上来 自始至终 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 将要发声声 就在他们上来的一瞬间 甚至还没有完全爬上来 站稳身子 就只见 忽然一阵水浪 就像是一股喷泉一样 从井里喷涌而出 一直冲到了 大约有十米来高 水浪落了下来 周围全都像是 下了一阵雨一样 我却没有丝毫地避让 认着这些井水 浇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我分明看到 井里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但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就又消失掉了 我只是黄眼看到了一下 并不能确定 是不是看错了 秦野龙见我呆站在边上为度 就过来搭了我一把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有说话 跟着他退到了边上 这井水像是被挖断的消防栓一样 一直喷个不停 最后整个挖开的坑都被填满了 还能看见不停地在翻腾起来的水泡 说明井里的水 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溢 那架势好像是要把整片林子都淹没了一样 秦野龙不知道 此前见过这样的井没有 又对这个井了解多少 他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你能给我说说吗 先不用管他 等天亮了 估计就消停了 到时候再说吧 说完 我让秦野龙嘱咐那些被淋湿的人 去换身干净的衣服 先不要靠近这里 远远地看着 不要有事情发生就好 至于别的什么 等天亮了再说 到时候才能有个论断 果真如我所说 天亮了之后 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 像我说的那样 一直往外喷水的井 停歇了 而且水位迅速地回落 像是又被这口井给吸了回去 很快就见了底 因为受到水流的冲刷 当水塘见底之后 井沿已经彻底地露了出来 这和我在山村里看到的那口井 简直是一模一样 毋庸置疑 这就是樊镇说的 要找的那口井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出现在这里 第二件事 则是在天亮的时候 完整醒过来 好像是受到了这口井的召唤一样 他忽然就醒了过来 当时我就在帐篷里 看见他忽然坐了起来 然后就看着外面 只是他的意识 并没有完全恢复 更像是一种本能 我喊了他一声 他并没有多少反应 接着就冲到了外面的水塘边 一直愣愣地看着这口井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 凡人的怪异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头一次看到他 这样莽撞不知所措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 他醒来之后 好像也并没有好转多少 记忆完全处于缺失状态 也认不出我们来 虽然人已经并不像 最开始发现他的时候 那样神经索乱 只是他该有的敏锐 还是继承了下来 虽然不认识我们 但是却用揣摩的眼神 看着我们 而且记住了我和钱夜龙的名字 之后他问我 是你们挖了这个水塘 找到了这口井 我告诉他是的 而且是根据他给我们的提示 找到这口井的 他然后就惊异地看着我们 似乎并不知道 他曾经给过我们什么提示 我看见他这样的表情 自然知道 他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 在林子里 他胡乱跑的事情 于是也确定那个时候 一定是处于他 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 包括他现在的状态 为什么会不记得一些东西 应该也和这口井有关 但是我还是试着问他 你为了找这口井 变成了这样 那你究竟找到了什么 听到我这样问的时候 班震忽然睁大眼睛看着我 你们必须送我回去 否则就来不及了 我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给搞愣了 于是顺着他的意思问他 送你回去哪里 但我这么一问 他就又不说话了 好像他的思维 完全是处于断片状态 而且 这一刻和下一刻之间的思维 根本就接不上 我看着他 他的眼神有些迷茫 但是渐渐地 我看见他的眼神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最后变成了疑惑的身形 接着我就看到了熟悉的凡阵 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看着我说 何阳 你怎么会在这里 第276集 答案本身就是问题 我原本以为是他自己 忽然清醒过来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又看到我在身边 所以才问出这样的问题 但是很快我意识到 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他一直看着我 似乎是在等我回答 眼神里丝毫没有疑惑的神情 他的模样 好像整个思维刚刚衔接在一起的 并没有出现断片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 反而是自己疑惑地看着他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见我没有回答 班震才看见了身旁的钱叶龙 自始至终 钱叶龙都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 没有说任何话 即便现在 班震表现出这样的不同之后 也没有半点反应 班震看见他之后 用很是冰冷的语气和他说了一声 你也在这里 虽然秦叶龙并没有说话 但是从反震冰冷的语气里 我听出来 他们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 我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 但是他们应该认识 秦叶龙回答反震说 我只是在这里执行攻势 接着 反震又将视线转移到了我身上 接着问我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何阳 我刚想回答 或许是钱叶龙见反震一直追问这个问题 他于是替我回答说 是部长让他来的 这里的事都是他负责 反震却是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我再问何阳 他自己能回答 自始至终 他都定定地看着 我也看着反震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这时候 我开始变得有些心虚起来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虚 但是我还是回答他 他们在林子里 发现了忽然出现了你 于是 就让我来帮忙 反震很自然地就接过了这里的指挥权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完全就没有任何犹豫和瑕疵 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一样 他边往帐篷里边走边问 我没有那段时间的记忆了 他们发现我的时候 我都说了一些什么 我于是很自然地将他问的问题都回答 这时候钱叶龙在一旁说 这里现在已经不是你住师了 你也不是队长啊 反震则看了他一眼 你说这里全部都听何阳的 可是何阳现在让我来住师 你刚刚说的话是骗他的吗 钱叶龙顿时说不出话来 反震却停住了正在行走的步子 而是走到钱叶龙的身边 和他站得非常近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反震威胁人 他说 你不要以为有部长站在你身后就能为所欲为 你知道阴先生为什么知道你是卧底 但是为什么却不拆穿你吗 而且即便是到这个时候也不曾动过你分毫 你以为是阴先生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因为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 要是这个缘由传到部长耳朵里一二 恐怕这一关也不好过 钱叶龙的脸色很难看 我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钱叶龙为了自保已经成了双面间谍 就是他既把阴先生的事情告诉部长 也把部长这边的消息传给阴先生 因此才能换取自己的安全 我就说阴先生是个狠角色 我见过的很多人都对他很忌惮 钱叶龙公然到了部长这边 阴先生不可能放过他 他怎么会这么安逸地帮部长做事 原来竟然是这么回事 被樊镇这么一威胁 钱叶龙顿时就不说话了 算是默认了我们现在的体系 而这边不通过钱叶龙 部长是很难掌控到实时的信息的 所谓的将在外军领有所不受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吧 我们跟着樊镇回到帐篷里 里面的两个军医已经出去了 樊镇又支开了钱叶龙 钱叶龙有把柄在樊镇手上 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才问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上次与你失去联系是在山村里面 怎么忽然之间 你和山村里的警都出现在这里 你见过他了没有 我知道他说的是曾义骨 我回来之后还来我家找过我 那他和你说了什么 我仔细想了想说 你没说别人 就告诉我这个林子的秘密要被翻出来了 好像是专门来提醒我要小心的 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说了 班震听了之后还是没有完全相信 他确认一边问我 此外就不再没什么了 我仔细回想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情形 对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了 班震就没有说话了 我对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还是很好奇 可是见他又是一副沉思的模样 我就忍住了口没有打断他 他这一沉思就是好久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最后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却什么都没说 也不知道想通了没有 我才问他 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为什么会变成先前那样 而且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起他清醒前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 忽然觉得一阵心惊 我总觉得他说的这话是有所指的 可是他现在却完全记不起来了 是不是这预示着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班震听出我语气上的犹豫 而且什么 我于是将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但是他自己听了之后 却根本没什么反应 其实对于根本就不记得 而且更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 没有反应是正常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有所感知 就不能够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班震已经毫无记忆可言 而且就连这句话说的要回去哪里 他都不知道 甚至还在揣测是不是那个山村 提起山村 我才问他这个山村消失是基于什么原因 而且在这之前 他忽然从山里走出来 之前又去了哪里 这些都是疑团 自那之后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更没有机会问这些事情 班震听了之后 还看着我说 你思考过你为什么活着 又为什么死去吗 又是这个问题 不单单是梵震 已经有好些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而且都是在这一系列谜团发生之后 面对梵震的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回答 要是在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 有人问我 我绝对会回答人活着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 匪夷所思的事件之后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已经远非是我所回答得了的 甚至这两个问题本身 就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我不知道 思考 总是会把自己带进死胡同 甚至 连带着对死亡深深的恐惧当中 这既是问题 也是我给你的回答 我依旧还是不明白 甚至都无法理解 这个问题背后预示着什么 是因为我思考的还不够 还是 我认知的东西还不足以解答这些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 就是在解答这个问题 甚至可能就是在朝一条死亡的道路上迈进 这时候 樊振说 我们出去看看挖出来的那口井吧 于是我才和他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来到外面之后 秦夜龙也正盯着这口井在看 而且一动不动地看着 似乎是在思考上 连我们走出来都没有察觉到 这不符合他警觉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一定是很入神 对于这口井 或者对于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我和樊振都已经站到坑边了 他才豁然回过神来 帮忙看向我们 但是我分明看见他的眼睛里 还残留着未有消散的恐惧 刚刚他的思考 在让他感到恐惧 第277集 警底 同时我听见 樊振冷冷地开口 似乎是在和秦夜龙说 死亡的感觉 让人感觉很可怕吧 说完 樊振意味深长地 看了秦夜龙一眼 秦夜龙眼里的恐惧 就像是消散不去的雾霾一样 一直环绕在他的眼底深处 听见樊振这句话的时候 反而有些不知所措性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之后就换了一种表情 沉默地看着坑里的这口井 之后樊振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好像他们的对话 就只限于这句话 之后就再没什么了 而对于他们之间的这样的雅弥 我却完全像个局外人一样 什么都不知晓 只能狐疑地看着他俩 力图从他们之间的表情变化上 看出什么来 可是他们的表情 却什么都无法泄露 我自然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只能是就此作罢 秦夜龙在被樊振这么一说之后 就彻底沉默了 而且之后的神情对樊振也有一种 敬而远之的神态 好像他的整个人 乃至灵魂都已经被樊振看穿 在樊振面前 他根本就是一个透明人一样 再无半点隐私可言 之后樊振和我说 其实也是间接地说给秦夜龙听的 因为他和我说的话 最后会全部转告给秦夜龙 现在秦夜龙自己也在场 就不用我再去说一遍 樊振说 我们得在尽快的时间里 找一些人下去到井下面 看看是个什么情形 然后才能定夺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在秦密还没有被揭露之前 找人去井下查看 是并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所有人只认为 这只是一口简单的井 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可怕之处 秦夜龙听了之后 沉沉地说 我这就去安排 天夜龙去了之后 樊振才忽然看向我 你怎么看 我自然知道樊振说的 是找人下去到井下面探查的事 我说 目前这也是仅有的办法了 只是 这井 我见过它的可怕 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到时候 不要网松了无辜的性命 越是见惯了死亡 越是害怕死亡的发生 这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想法 我的这种想法 在很多时候 可能会阻止我去做一些大胆的事 但是我的确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无辜的人去送死 樊振却说 有时候牺牲是必须的 没有牺牲就没有进步 所以 鱼和兄长是不能兼得的 这个道理你必须要明白 假如有一天 当你真的面临这样的抉择的时候 你能够果断地做出判断 而不要像现在这样 犹豫不浅 因为眼下不肯牺牲 今后 必将有更多的人 为此付出生命 我知道这是樊振 在变相地教导我 我知道 之后樊振找来三个人下去 然后 又找了一些绳索和照明的设备 并且 这口井有多么深也说不准 井下很可能会有出现 缺氧的情形 所以也带了一些临时用的氧气罩 以防 下去之后 出现缺氧的症状 从而发生意外 可以说 秦野龙做事 还是比较周全的 毕竟 是跟着部长和银先生的人 没有这么周全的做事能力 也不可能获得他们的信任 这井口 以此 只能是下去一个人 所以 他们三个人是轮流下去 间隔大概有三四米左右 前后之间也能有一个照应 其实我自己也想下去看个究竟的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体质恐怕承受不住 毕竟 我不是井教出身 一些训练并不是很到位 身体素质可能并不像是这些军人一样灵活 即便遇见了一些变故 他们也能够靠训练中的一些基础化险为夷 而且为了能够实时地知道 井下面是个什么情形 是一个什么模样 这些人的头上都带着摄像头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监控画面 看见他们下去的时候 井壁的情形 从画面上看 这井的确非常深 从最先下去的这个人来看 现在 它最起码已经是下去到二十来米的深 但是井壁已经是原样 一点都没有到底的意思 如同是上次 我往井里扔了石头一样 根本就听不到落到底的声音 反正盯着屏幕看得很仔细 即便是每一块石头 甚至连什么材质 它都想得清清楚楚 但是井壁就是井壁 无论怎么看都是石头 在他们下去了有三十多米之后 忽然率先下去的人到了底 这让我颇有些意外 因为我们都看到他的脚 已经踩在地面上 地面也是和井壁一样的石料 因为水才退下去的原因 井底和井壁一样有些石碌碌 而且从他看了一圈来看 这个井底很宽 他在下面等了等剩下两个人 三个人都到了井底之后 还一起试着往里面走进去 他们用照明设备将里面照亮了一些 我估摸着大约有四五十个平方米 这么大小 而且是呈现一个圆形的形状 刚刚他们下去的这个井 就像是通往这里的一个通道 在这个圆形的中心 又有一口井一样的东西 我们能看到井年 接着我们看到 他们陆陆续续往井边走了过去 而在他们靠近井边的时候 只见监控画面忽然开始闪烁起来 而且这种闪烁也有些把画面 马上消失的感觉 透过闪动的画面 我只看见他们已经走到了井边 而且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 我甚至看见一个人已经想要蹲下身子 去看看井里有什么 而就在他蹲下身子 画面到井边即将进入到井里的时候 画面忽然就没有了 接着三个人所有传回来的画面都消失不见了 秦夜龙试着联系他 但是通讯设备已经中断 看到这样的情形 樊震忽然站了起来 然后毫不犹豫地说 赶紧让人下去 找寻他们 注意 让这一次下去的人 不要靠近下面的井 秦夜龙一共安排了两支队伍 听见樊震这样说之后 立刻安排了第二队人马下去 而且也是和第一队一样的装备 我们看着他们下去到下面 只是当他们去到下面空间之后 却发现早先下去的这三个人 已经彻底不见了 因为 因为他们得到了不能靠近井边的命令 所以他们并没有往井边去找 而且 只要他们不接近井边 画面和通讯设备都不会受到干扰 最后整个下面都不见他们三个人的踪迹 最初判断可能是三个人调到井里面去了 因为按照我们看到的最后画面来看 他们弯腰去看井里面的东西 再之后就彻底不见了 只有可能是调下了井里 下去搜寻无果 在不明真相之前 又不能擅自进去到井里查看 所以 完整暂且让他们退了出来 而且告诉钱夜龙 不要让人擅自下去 以防再出现类似的情形 经过这样一个变化 我才觉得 这口井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 而且 我怎么觉得 我们挖到的这口井 以及他们下去找到的空间 似乎都只是真正的井的一个掩体 也就是说 在圆形空间里的这口井 可能才真正的是井体 事情到了这里 算是暂且陷入了僵局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的办法靠近井边 又无法追踪到 那三名消失的人员踪迹 这件事情 只能暂时就这样搁置下来 之后的时间 我就看到樊振一直在发呆 其实用发呆这个词形容 多少有些不准确 应该是思考 只是他思考的范围在哪儿 我不得而知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现在掌握了一些什么 知道的有多少 毕竟 我的认知和他比起来 欠缺的太多了 这样 就又到了另一个夜晚 大概是十一点左右 反正忽然对我说 我决定 铅子到井边去看看 井里有什么 278 无法阻止 其实我也想下去看看 我也想知道 井里有什么 那三个人又去了哪里 是否真的是消失在了井里头 但是 我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 立即就被樊阵驳毁了 他的观点是 他下去可以 但是我不能下去 他说 目前我还需要掌控这里的局势 他和我不一样 他可以寻着这口井的踪迹 找寻下去 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大致听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队长的位置 好像和部长任命有关 却又和他故意卸任有关 因为身在这个职位 就要做与这个职位相匹配的事 这就是我的责任 因为 因此 反正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可以下去 但我不信 其实面对他的这个说辞 从一开始 我就不认为 我是可以下去的 我也知道 班震会说出这样的说辞来 只是抱着试一试态度问了问 最后 果真还是这样活回了 我于是和他说 那么你自己 也要多加小心才行 毕竟 那是一个全部未知的地方 里面有什么 谁也想不到 班震说让我放心 他会保护好自己的 同时也叮嘱我 注意好眼前的局势 更重要的是 保护好自己 因为 我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 其实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已经开始逐渐的产生了迷茫 就是我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在整个事件当中 我还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尤其是 我在那个阵子上 经历的这一系列奇怪的事情 回来之后 我感觉自己的所有认知 和身边所有的事物都变了 变得有些无法理解 而且开始越来越陌生 甚至连事情的走向 我都丝毫不能掌握了 最后我亲自到了水塘下面 送梵震下去 但是梵震坚决不让我到 那个圆形空间里去 也坚决不让其他的人 和他一起下去 他说他一个人已经足够了 我最后都听了他的 当然他身上没有带任何通讯设备和摄像头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 就是 从梵震下去之后 我就感觉 整个井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静谧的素材 它就像是一个静谧的坟墓 任何声音都没有再发出来 我试着在上面 喊了梵震一声 但是出了自己的灰音 别无其他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最终我都没有听到 梵震的半点声响 天野龙劝我说 还是先回帐篷休息 梵震可能已经下去到 圆形空间井里了 可能和那三个人一样 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保持着克制 而且回到了帐篷里 但是才走到帐篷 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里面 当我看见他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前野龙更是惊得脸色都变了 我迅速地反应过来 调整自己的情绪问他 银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 银先生转过身来 他没有看向我 而是看向前野龙 我有些话 要单独和何阳说 你在外面守着 不要让人进来 前野龙知道 这话是银先生和他说的 所以毕恭毕敬地 回答了一声是 就退了出去 我则是走到帐篷里头 还是继续刚刚的问题 你怎么来了 银先生还是和我印象中的一样 并不亲近人 身上都是冷冰冰的 让人难以接近 那口井 我才想起 王哲轩当初说 银先生和樊振出现在山村里 也是因为那口井 所以我开始觉得 银先生的目的 也是这口井 那么这口井 有什么秘密 值得这么多人 为此如此 那么就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这口井 是整个谜团的答案 是我一直要寻找的 问题中心 这口井 有什么问题吗 银先生 一般是不回答我问题的 这是我和他接触 这么久以来 发现的一个问题 这次也一样 银先生直接 无视了这个问题 他问我 他已经下去了 是的 他不会上来了 你怎么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 他醒过来之前 和你说的那句话 我当然记得 当时樊振说 他要回去 但是回去哪里 没有人知道 他说没有时间了 但是最后 他就清醒了过来 他自己说了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在听见了 自己说过的这句话之后 也毫无反应 银先生说 反正 极其擅长 隐藏自己的神情 所以 你永远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就像你在和他 重复那些话语的时候 看似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即使他或许 已经想起了什么 又或者 此前的事 又已经 全部想起来 而且 而且已经在计划 下一步 应该如何去做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那样 他坚持要下到井里 因为他知道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再不回去 将会有大事情发生 这算不算是 银先生 在给我一个解释呢 我在心里 和自己这样说着 我听着这些 没有说话 银先生 则是问我 这构精 你有什么看法 我被这么一问 脑海中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 没有想法 银先生 就不说话了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你当时 是怎么知道 地下会有 这口井存在的 我觉得 银先生问这个问题 相当的没有水准 这让我怀疑 他是不是 真正的银先生 但是 我还是解释出 是因为凡队 出现在这里 他说 他去找井 当他再次 在这里出现 而且说 他不能离开这里 我觉得 他可能找到了什么 就在地下 这不是理由 你再好好想想 当你到这里之后 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第一个念头 难道 你自己就没有产生过 任何的疑惑吗 我重复了一遍 他的话 疑惑 就是疑惑 我没有说话 银先生继续说 沉默代表 你已经想起来了 或者 是察觉到了 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只是 当时被你忽略了 然后 你就会发现 在你这漫长的 时光当中 被这样忽略的 事情很多 只是 现在你也无法 一一想起来了 我惊异地看着他 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着什么 你心里没有答案吗 我心里现在 完全是一团乱麻 哪里有什么 所谓的答案 我没有 没有答案 你知道 这下面有一口井 并不是因为 你刚刚说的 那个推断 而是你本来就知道 井就在下面 只是你用凡阵出现 这个说辞 说服了自己 所以 在你冒出 这个说服 你自己念头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很异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 像是欺骗的感觉 又像是 自己对自己 忽然陌生的感觉 这是质疑 是你自己 在质疑自己 质疑自己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那么你想过没有 你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感觉 我依旧也摇头 因为有些东西 在阻挡你想起 这些事情 换句话说 你自己 就是你一直 想要探寻的真相 可你 却从来不知道 都以为 真相 走在别人的身上 我还是没有听明白 银先生的这番说辞 一时间 大脑处于一个 短路的状态 银先生 见我这样 轻轻地叹了口气 哎 既然暂时 你还不能完全理解 但我们 回到最初的问题 也是你 现在能够解决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一定 一直在疑惑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 很多记忆 自己都无法记起来 可是所有的证据 却都只有指向你 好像这件事情 就是你做的 这是你一直苦恼的来源 那么 明天你就好好地去查一查 自己究竟是做过一些什么 而你自己 又为什么会记不起来这些事 到时候 相信你会有一个让自己都无法相信的答案 自己调查自己 有些东西回过头去看 或许会变得更加明晰 而且 有些东西 既然是发生在你身上 就不可能被遗忘 反而这些你希望忘记的东西 才是你一直想知道的真相 只是 真相 何其残忍 当不知晓真相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追寻着真相 但是真相大白的时候 却又希望永远都不知道真相 第270集 迷解 第270集 探寻自己 这是听起来很可笑的事 但却是我必须去做的事 而且就在我和银先生谈过话一天 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更重要的是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来的信 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诧异地简直说不出话来 因为从信封上 我就可以看到这是我的笔记 却写着我的名字 当我看到自己的笔记写着自己的名字 印在信封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分外的陌生 有那么一瞬 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 而是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人 一个我完全不认识 从来不了解的一个人 我将信打开 里面除了有一个信封 还有一份地图 这份地图与我此前看到过的 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我曾经到过的那些地方 只是这地图上标注的地方 要更加详细 当然更加关键的是 这些地方都不是上面的目的地 目的地而是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 甚至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看到这幅地图 我的疑惑已经深了 然后我才看了信上的内容 这封信与其说是一封信 倒不如说是一个提醒 一个时间恰好到了这个时候的 一个提醒 信上是这样说的 你顺着地图上标注的地方前进 当你到达地图上的目的地 但那却并不是终点 而是表示着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越过那里之后 你一直往北走 记住一定要往北边走 即便你发现这段旅程 有多么的孤单 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的单调和乏味 你只需要记住 你要去到北边的尽头 那里就有你想要的所有答案 波罗 信上并没有提到 我去到那个真正的目的地 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但我估计不会太短 甚至会很长很长 甚至是一段不可能的旅程 但最后 我依旧是没有任何犹豫地 起身出发 而且我并没有通知任何人 自己一个人就这样 孤身前往 我带足了足够的食物 以及备用的燃油 我开着汽车 就这样顺着熟悉的路程 一路急驰而去 只有到了实在是劳累不堪的时候 才会停下来歇息 而且都是在车上睡觉 因为我需要时间 更需要节省时间 一路上我没有遇见任何的阻挠 甚至所有预想可能遇见的困难 都没有出现 顺利地 有些几乎出乎我的预料 只是这时候 剑已经在闲上不得不发 我也没有去想那么多了 一心往最后的目的地进发着 当我越过地图上最后一个地方 就像进入了一个完全荒芜的荒原 那里没有树木 只有山丘 山丘上长满了草 却都是扑草 我一路上 看见了废弃的栅栏 甚至一些废弃的房屋 像是去到了一个完全已经被放弃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在进入这片荒原之后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这种孤独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从没有遇见任何一个人 最后食物也被彻底的吃完 我靠路上的草来冲击 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 我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信念 就是一直要到那个解开谜底的地方 我甚至都忘记了时间的概念 已经忘记了自己进入这个荒原 已经多久 因为我发现 从某个时候开始 这里已经没有了白天和黑夜 太阳永远在靠近西山的位置上 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之后的时间 像是都停滞在了傍晚的时候 永远都没有变过 最后我到达了终点 但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终点 换句话说 我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 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只有黑漆的一片悬崖 以及悬浮在之中的 一个巨大的波罗模型 这是波罗 但也不是 在我看到的时候 我彻底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口中都有波罗二字 而且 为什么波罗会成为 如此巨大的一个谜团 甚至就是所有的谜团的答案 在看到这个波罗的时候 我彻底明白 因为这个波罗 是我身处的这个世界 所有的数据来源 或者 连我自己都不是真实的生命体 只是一团数据 就像 我们利用电脑 创造出来的游戏人物一样 当时 我站在这个巨大的波罗体面前 久久的无语 或者说 我的脑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空白的 因为在波罗体的周围 是构成空间的网格线 那里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尽头 同时 也是我一直在探寻的谜底 那一刻 我只觉得自己的生命 自己活着 完全好像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的一举一动 都是数据的构成 甚至 是有人 在一步步操纵 就像游戏中的人物 被玩家操纵一样 这里 已经彻底 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甚至这里 根本就没有时间 所谓的时间 也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 我在迷茫中 不知道度过了多长时间 而且我知道 我来到这里 已经无法再返回到原地 因为我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单单是世界的尽头 还是我自己的尽头 最后我试着 走进了这个波罗体当中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 感觉自己 走进了一个 完全虚无的地方 我罗体 只是光线罢了 我掉进了悬崖当中 一直往下坠 一直坠 根本 见不到地 我从坠落感中 猛地惊醒过来 睁开眼睛 那一瞬间 迷茫地看着周围 像是做了一个 噩梦一般惊醒过来 可是 梦中 究竟是梦见了什么 却是什么都记不起来 只有一阵阵的恐惧 在心底盘旋 挥之不去 心跳 急速地盘升 就像是 要从胸膛里 跳出来一样 我这个时候 坐在出租车里 旁边 是夜晚来往的车辆 和闪烁的霓虹 然后 我看了看 驾驶座上的司机 他转心地开着车 只是时不时地 透过后视镜 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留意到 他这个不寻常的举动 刚刚惊醒的那种恐惧感 也逐渐地消散 而我 终于也没有想起 梦中梦见了什么 只是觉得 坐在车里 有一种深深的不安 我动了动身子 来缓解这种不安 然后 惊醒过来的这些不安 就开始被司机频繁地 透过后视镜 看我所取代了 我开始害怕起来 这个司机 为什么老是透过后视镜 盯着我看呢 最后到了目的地 我从车厂下来 快速地付了钱 临走的时候 我特地还多看了一眼司机 但是 看到他那张脸的时候 直觉地奋满地熟悉 好像 这张脸在哪里见过一样 不过 他神秘极极地和我说 哎呀 刚才你可吓坏我了 因为透过后视镜 我看见你 没有头 我被他的说辞也吓了一跳 但更多的是疑惑和惊讶 而且 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 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像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可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带着恐惧和不安回到了家里 到了卫生间 看着自己的影像 我的头好好的在头上长着 并没有缺少 这时候 这才松了口气 安慰自己说 可能是司机 排车过度疲累的缘故 当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我猛然看到一个人站在客厅里 他同样震惊地看着我 然后用扭曲的表情问我 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我家里 看到他的手 我自己也是懵了 因为这不是别人 正是我自己 看见一模一样的自己 站在眼前 我根本不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我的表情 比他更加扭曲 就在我还 什么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忽然看见这个人 后面猛然出现了一个人 而且 用一把铁锤一样的东西 重重地敲袭在他的脑门上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父亲 我完全没有明白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而父亲和我说 说阳 你如果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应继续活下去 他就必须死 因为你们两个 只能有一个活着 说完 父亲又在他头上 捂了脊椎 确定他死透了 这才罢手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待在原地 父亲这时候 走到我的身边 递给我一粒药丸说 你已经累了 吃了这颗药去睡吧 后面的事 我帮你解决就行了 明天起来 你还是你 你的生活 还是你的生活 我茫然的 我茫然地吞下了父亲 给我的药丸 之后的事情 就不记得了 我醒来的时候 我睡在床上 时间已经是七点多 我翻身起来 因为上班就要迟到了 我快速地 洗漱完毕之后 穿上衣服出门 在公交车上 用手机刷着新闻 看到有一条说 昨天晚上凌晨 有一个出租车司机 被割头杀害 目前还未找到凶手 我看到上面的死者照片 正是昨天晚上 在我 说我没有头的 那个出租车司机 本书颇奖到这儿 就已经全部颇奖完毕了 在读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困惑和不紧 但是又好像 明白了什么 欢迎大家 在收听的过程中 和我一起进行思考 我仅代表摩牙师克工作室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再会